火山石底沙开钢 水制浑这怎么办 前两天 东归先生开白条鱼缸时 凑将一条翘嘴鱼放里面了 也有人说是青少鱼 不管是翘嘴还是青少鱼 他们都是性情凶猛的肉食鱼 入缸一晚就吃了五条原尾斗鱼苗 为了将两条翘嘴 或一条翘嘴一条青少鱼 隔离出去单独饲养 东归先生紧急加开了一口鱼缸 这应该是目前开缸速度最快的一个 昨天晚上开缸 明天就开始使用 从开缸到使用 预计不足48小时 和其他新开缸一样 这个缸的底纱 火山石颗粒 也是没有清洗 直接开袋就用了 火山石颗粒是由大块火山石机械粉碎而成 因此粉尘较多 注水后容易浑水 本期视频 东归先生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火山石颗粒免洗开缸 避免浑浊的方法 视频中是东归先生开缸注水后 水质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水发白 不清澈 但是和很多朋友反映的沙尘暴一样的状态不同 火山石颗粒底沙开缸放水后 浑浊严重程度 主要和加水方式有关 水直接加在火山石颗粒上 积齐粉尘 必然是立马暗无天日 如果是用东西缓冲一下 缓慢加水 加水后 水质基本只有白灼 并不浑 就是视频中这个样子 这种情况下 如果想要水质清澈 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是静置沉淀 放着别管 基本两天左右 颗粒物沉底后 水就清了 比如东归先生的这个缸 沉淀了一个晚上 已经比较清澈了 再沉淀一两天 应该就清了 我们需要的只有耐心 但东归先生的这个缸 计划紧急使用 因此就不等了 而是采用第二种方法净水 那就是换水 用洪济管将水抽出来 然后再加入新水 一般换水两三次 水就十分清澈了 最好是开缸后 第二天和第三天 各换一次水 这样水可以充分溶解 火山式颗粒中的一些物质 再通过换水将它们换出去 水抽进后 擦下钢壁附折的脏东西 然后再次加水 就完成了第一次换水 再次加满水 是不是清澈多了 这样放着 第二天再换水一次就可以了 由于计划紧急使用 东归先生没有在等待 加满水后 直接放水 进行了第二次换水 这是再次加水后的效果 已经十分清澈了 如果不放心 还可以再换水一次 东归先生就不再换了 这样静置一晚 明天就把翘嘴鱼转移过来 以上就是火山式颗粒免洗开缸 粒免水制浑浊的方法 是不是十分简单 不想换水就耐心等待 时间长了就清了 不想等待 就换水两三次 水很快就清了 当然 有过滤器的 用过滤器过滤一下也可以 你学废了吗 注意 不要直接加水 又隔离缓冲 缓慢加水是关键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